這個第一個的話就是 那做按鈕因為前面講過啦 所以我就不重講 就是插入裡面有個按鈕 然後你可以當然我的習慣是 我會先做一個之後把這個複製貼貼 然後上面的名稱改 然後重新指令另外就是新的劇期 然後最後做出來的話按這個按鈕 它輸出這邊會有公式 最大的差別是這邊的話 輸出是公式 有沒有這個的結果 那剛剛的這個刮鬍字串 輸出的話清楚掉 這個的輸出結果是這邊的話呢 那就完全是空的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所產生的資料呢 就不會有空間上的浪費 也就是說如果你剛剛用這個方法 你的檔案會越來越大 那用這個方法的話呢 基本上比較 比較沒有剛剛那個問題 而且執行的效率可能會比較好 那用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說呢 那用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說呢 如果你本來就已經會寫這個公式的人的話 那如果你要快速把它變VBA 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們用的函數 基本上都是用Excel裡面的函數 基本上都是用Excel裡面的函數 只是說呢我把公式丟到這邊來而已 其實沒有做太多的變化 那用這個方法的話呢 當然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效率可能比較好 比較不會浪費空間 但是你可能要想一想 就是說我原來用Excel裡面的這個函數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轉成 用Excel裡面的函數或者方法 比如說呢我Fy的部分 那我就要改成什麼 改成InStream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不是改第一個 改Fy的部分 其實改的地方 其實邏輯還蠻接近的 有沒有 Fy的部分 概念差不多 有沒有 Fy改成什麼 InStream 但是你會發現 在那個Excel裡面 它用公式來表現 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說呢 你所有的事情 只能在一行裡面完成 所以呢 再複雜的事情 全部都只能塞在這裡 那一旦裡面公式出錯 你就很難找到錯誤了 但如果用VBA來完成的話 其實你可以分成好幾行完成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 我要把這個前瓜阿虎的詞 跟後瓜阿虎的詞 把它存在一個變數裡面的話 A跟B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在那個公式裡面 它沒有像VBA裡面 可以先有一個A跟B 暫存資料的這種好處 也就是說在VBA裡面 你可以增加很多變數 那至於這個A跟B的名稱 你不見一下 這個名稱自己取沒關係 OK 也許叫X跟Y 沒關係 那這個就是一個變數 那它的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我要暫時存放一些資料 那你可以自己再增加那個變數 那再來的話還有什麼MID 所以你會發現MID 在這裡的話名稱一樣 OK 所以其實這個是 Excel裡面的MID 這個是VBA的MID 其實用法差異性不大 只是說你會發現 在VBA裡面 因為它有變數 所以你會發現 相較於Excel裡面的公式 會比較簡潔一些些 OK 那再來的話 在Excel裡面的Effail Effail 其實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其實我們在這邊 是改成什麼 Eff 其實是邏輯 邏輯的話 將來在程式裡面 用到的機會 會非常非常的大 OK 所以請各位慢慢要熟悉 可以Eff 假如A不等於0 然後做什麼 那這個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相關的邏輯判斷 寫在這裡 不過其實 之前好像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應該是 A不等於0 或者是B不等於0 其實B也可能不等於0 那為什麼只有 就是取那個A不等於0 其實A不等於0 那就相對的就是不要做了 所以理論上 我覺得程式不要太複雜 那你想說老師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寫成或 或 也可以啊 或的話怎麼寫 很簡單 你在這邊加一個O就可以了 或什麼呢 或B不等於0 這樣子寫可不可以 也可以 就是如果這個為處 或者這個為處 其中一個為處 那就會進到底下的邏輯判斷 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 這樣邏輯速度好像有點 有點囉嗦 因為其實只要A不等於0 就符合這個條件了嘛 所以 我 我的習慣是程式盡量 越精簡越好 你不需要的就不要寫 所以我就沒有加這個 但你如果想要加 沒關係你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OK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把這邊把它寫完 那這個回圈加邏輯判斷 將來會蠻大量的使用在後續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範例解答裡面 所以將來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存檔 所以今天的練習主要就是把這邊給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待會我們就要來看另外一個範例 難度當然又更高了 所以請各位 待會呢 到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做完之後 存檔 繳交作業 我剛剛在那個Poto上面 有開了一個作業區 那這個做完之後請你看那個 在雲端白板裡面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這個 那主要我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工具盡量可以活學活用 那當然很多人關心說 住宅切到案件 甚至不一定住宅切到 比如說像在路上被被搶奪 搶奪案件 或者是什麼呢 自行車 像你們的腳踏車 被失竊的案件哪邊最多 或是機車 汽車等等的 所以呢 你會發現我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呢 會連到那個什麼 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這個是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所以你Google打那個開放資料 其實也會找到這個 裡面或者是你可以用搜尋的 比如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你在這邊打什麼 打那個切道吧 我記得好像我是這樣 本來我想要找一下 關於那個台北市的治安到底 好不好 那比如說我可以在這邊打 我們切到 那它會跳出這麼多 Enter一下 這邊的話 就會有一大堆的這個 切到案件 那其中的話 我們是以這個 住宅切到案件當範例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相關的 包含什麼呢 資料敘述等等的 最重要的是資料格式 它提供的格式是CSV 那CSV的好處 就是直接可以把它 用Excel直接開啟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打開它 用Excel 只是說 假如我希望知道 這不要顯示 假如說我希望知道幾個訊息 第一個 到底台北市裡面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第二個的話 哪一條路上面 的切到案件最多 甚至是哪一個時間點 或者是哪一個時段 發生的切到案件最多 當然呢 因為這邊資料總共有幾筆 總共有3232筆 這麼多資料 那其實這資料也算少了 那所以看起來好像 從104年到現在 的切到案件就這麼多 所以算起來 台北市自然好像想像中 比想像中來的好的樣子 另外的話呢 每一年的切到案件 是成長還是減少 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所以呢 前提是你必須從這個裡面資料 快速的得到一個 這個報表 一個結果 那可是要怎麼快速的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做完 然後再想想看 後面的話呢 也許哪一區 甚至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馬上統一 這個其實還蠻快的 哪一區 然後 哪一區的長條圖 那甚至是哪一條路上面 切到案件最多 你會發現 但不意外 中山北路 中藥東路 OK 那哪一個時段 有沒有 那哪一區的哪一個時段 那另外的話呢 甚至是 這裡當然我們也是一樣 函數據及VBA 其實用的方式跟剛剛的這一題 其實還蠻接近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剛剛的那一題 先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我剛剛那個在Model上面 有開一個作業區 如果你今天有把它做完 你可以就是繳交 第二個的話 我們再試試看 找一下那個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裡面的那個 住宅切到案件